各位同学,今天我以很低落的心情写这一个日记 为什么我的心情很低落,你们应该很了解吧 我希望我写的每一个日记你们都用心的去看 如果你们真的用心的看 我想今天的成绩不是这样子的 好不好,我求你们认真一点 OK,好吗,现在我再继续为你们写日记 OK,来我们看这个Price Index Price Index就是两年的比较 就是你拿那个产品的价钱 他通常会跟你讲Base Year是哪一年的 一般上Base Year是比较小的,2016 Base on 那个他就应该Base on 2016,对吗,就是2018除以2016 Base Year是被除,已经解释了 那如果你看到Change in Price Index So from year 2018,那就是说Base Year是2018,那2019就是他的 specific year 如果一个产品比如三角钱,那涨价了,变成可能是六角钱 我们就拿六角除三角乘100,这样子罢了 这个就是Index,Price Index,价钱相比 我们不讲百分比,我们就是讲一个Number 60除30,这样子 就是乘100,就是200,就是那个价钱增加了200 我们以index number来这样子计算,就是说产品的价钱增加 OK,好,当你们做index number的时候,最重要最重要就这样子写 你看到他有Base Year,你就把它放在分母那边 2018就是除以2016 OK,2019除以2018,因为2018是他的原本的那个年份 OK,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题 Calculate the price of ingredient S in the year 2016 If its price in the year 2018 is 13.50 So你看ingredient S,你读题目 你们讲不知从何开始,那你就像我这样子罢,highlight罢 其实我highlight的时候,我才会专心的 不然的话我也不知从何开始,你们都不认真的去做 不是每一个同学啦,但是大部分的同学不是很认真 所以也觉得很失望 因为我已经教了好多次了,所以当你教了好多次 学生没有跟上你,当然是很失望的 P2018,他叫你找什么呢?你看 Price in the year 2018 is 13.50 That means他已经给你那个2018的价钱了 你要明白题目了 不明白的话就要看到明白 那2016的价钱呢?没有给对吗?可是他这边又讲产品S 那你就去表那边找S哦 S116嘛,对吗?2018,我2016检查一下 So你就带进去,把了13块半除以那个 X乘100等于116 然后我已经解释了,要交叉成,你们就要上面乘上面嘛 就是13块半乘100,我已经解释了 然后X是乘以1的 其实你要把它写成Fraction 再来交叉成 当我看到这一题都有人不会做的时候 你知道我心里的感受如何吗? 因为这一种题目,我没有预测到会有好多个同学做不出来 原因在哪里?我相信是应该是在当有时间限制的情况下 你们的表现是这样的 所以你们一定要练习在时间限制下 要做得快,要反应要快 可以练出来的 所以我现在在练习你们 So这个过程是比较辛苦的 So其实当我教高速的时候 我一般上呢都不想骂学生了 但是如果我对你们太过温柔的话 你们也是没有表现 那我就要提高我的分量了 OK好,现在就13块半 乘100除X等于116 如果这一题我再重考的话 你不会做 那我就会把你叫过来 我要看你到底有什么问题 是交叉成有问题还是什么问题 我很喜欢研究人家的 OK吗? 现在你们最好先看怎样做先 13块半乘100除以X 乘1 我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做出来 等于116 OK这样子做出来 你不做出来我怎样给分 基本上我看到这样我可以给你1分 那接下来你要交叉成对不对 就1350 13块半乘100 1350对不对 等于116 如果你要把X乘过去 也是可以的 1350除X等于116 再交叉成 因为我其实我看到很多学生 他们这样子做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你们一定要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做出来 才不会有careless mistake 但是也是有很多同学都会做啦 不是全部一般上 如果这一题有超过一半的同学不会做 我就觉得很不愉快 OK那你就拿1350除以116 那你的答案是多少呢 现在按计算机 其实我觉得我的YouTube已经有discuss了几题的 你们其实当你看的时候 然后我不知道你们认真不认真 但是我知道有真正看的有不是很多 我相信啦 不然的话为什么你们的成绩这样差 OK好 现在你就解出来我拿到的11块 就是X11.63 你要写11.64也可以啦 OK 如果你可以做到这里的话 有两分咯 至少 其实我看到很多同学 可能是因为时间限制 所以你开始觉得很紧张 所以你不知从何开始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子咯 因为我第一次考你们Paper Do 可是你不要忘记 在你真正考SPM的时候 如果这样子发生的话 你该怎么办呢 所以你要一定要练习 怎样去熟悉那种被时间控制的情况 做数学 OK好来 接下来我们找到答案了是吗 我就故意放慢这个视频来跟你们慢慢的解每一题去解出来 然后呢接下来我会再重新考你们 而且你们必须达到我的要求 如果还是达不到我的要求 我就会再继续的跟踪下去咯 这是我觉得我做老师应该做的本分 我要确认我教的学生不要有任何一个学生不要不及格 OK好吗 希望你们了解我的感受 因为我是被训练出来做一个老师 所以我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因为那个课程把我训练到这样子了 所以我有我的要求 OK好来 接下来 那如果要找这个Composite Index 我已经讲了 他就好像你在数学那种找Meme这样子 那frequency乘以midpoint 明白吗 你就一个一个乘 如果你怕错的话 你就好像我这样子 180乘5写在旁边 但是要做得快了 要快一点 116乘4 我们先做2018 over 2016的Composite Index 因为他这里有给你三连 所以你肯定有两个Composite Index 那如果2乘P就2P咯 那这个125就保持不变就是12 125乘以这个E 所以还是125啦 那接下来呢 你就把它写成一个 一个句子 我们讲数学有句子的嘛 你写成一个一个equation 然后你就解出来咯 反正你的速度要快啦 因为如果你速度不快的话 你也是做不出来的 OK我就乘 乘出来了 180乘5 然后加 我show我的step OK 因为这个是Paper 2 我已经讲了 Paper 2你的step是很重要的 就好像这些step啦 乘180乘5加116乘4再加 够乘P加125 125乘1 不要乘1也可以125 除以total weightages total weightages它给你是ratio嘛 我之前讨论的是给你的是py chart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百分比 so 那个weightage啊 就是它的比重嘛 它可以是ratio 也可以 你要熟悉 这个weightage可以任何形式的 so你就除以12等于146 题目已经跟你讲了146嘛 对吗 ok so 我看到好多同学都会做 但是真正拿满分的不是很多个 可是还没有达到我的要求 因为我是希望一半以上 最好是24个同学都会拿满分 这是我的基本要求 ok好 接下来你们就解除来了 慢慢的解除来 就把数字跟数字加起来 而且要快 让你快的时候你可以按 按计算机多几次嘛 可能你们太久没有做了吧 所以变成你的速度会慢下来 所以现在我对你们的要求要高一点 我会make sure你们每天做 没有办法咯 因为你们速度还不能达到 那个我的要求 so你看我一考你们 你们就没有办法达到我的要求 so现在好你就按计算机按好好 然后呢就把它解出来 就2p加1489等于1752 ok然后呢你就解出来 你的p是多少 那如果你真的是常常做的话 你就会觉得比较少 mistake咯 就肯定会少了 而且你会觉得你的反应会比较快 其实你们讲反应迟钝这些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的 我们没有所谓的反应迟钝不迟钝 只是你少做变成你会 有时候我很少做那个数学 我也是变成反应迟钝 正常的其实当我们少做 少做某一个东西 我们的反应会迟钝 好像假期我们整天吃饱睡觉 所以我们反应当然是迟钝了 吃饱睡觉看youtube看电视机 ok吗 so你们解决来p是131.5 好找到了p呢 最好是把它写在那个表那边 131.5 那2018 over 2016 我们已经有它的composite index了 因为它是反过来问的 composite index叫你找price ok一般上大多数题目 你们做的都是给你price index 给你weightage 叫你找composite index 所以嘛 现在它是给你composite index 叫你找price 这种题目叫做kebalahots 因为它反过来问 ok吗 明白吗 其实不会很难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那接下来我们要discuss的是composite index x2019 based on 2018 1.1.1 你就会拿到一个新的price index 因为它增加10% 那你就把它列出来写在旁边 比较容易看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周眼 所以你就不要坐在那个什么题目纸上 我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还很新哦 so so 你们要练习这样 answer paper 2 你要写好好在你的test bag 而且你的字体很重要 因为那个改的人哦 其实他很受你们的字体影响 你们的字体要够吸引那些price 改的人 so 180层1.1 这样子也可以啦 比较快 ok 你就一个一个层 然后写在旁边哦 那等一下你可以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如果你真的做不到答案 你检查一下 一项一项比较快 就拿到1918对不对 你们按计算机 那接下来就是 116×0.95 那就是5% 你会拿到多少 你们按计算机一下 ok 那接下来就是 110.20吗 我拿到的是 然后呢 就是这个产品pr是 维持不变对吗 所以你还是用回那个pr咯 它的价钱对吗 因为它是 呃 维持不变嘛 刚才我们找到的是 11.5 131.5对不对 131.5对啊 ok 好吗 那125还是维持不变咯 对不对 125因为乘以100%嘛 还是 还是维持不变 好 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乘 好 就131.5 那接下来就是 no changer就125 ok 那现在我们就把它加起来啦 一个一个加起来 最好是你把你整个working寫好好了 因为我们是从2016 去2018 然后2018 去2019 所以你算出来的composite index 是2019 2016的 ok吗 那现在如果你乘的话 就是198乘5 加上110.2乘4对吗 再加131.5乘2 再加125乘1 ok 那你就写成一个句子这样子 那你就用计算机按两次 得到相同的数字才是正确的答案 可是我相信因为你们很少练习了 在时间限制下练习很少 所以变成你会觉得 你没有时间按计算机两次 对不对 好 没关系啦 第一次测验 那以后我再多测验几次 你们的速度就会快了 你们的反应就会比较灵敏了啦 ok吗 那现在我们就尽量的做快一点 ok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收出来咯 2019 over 2016 最好是写啦 那个年份 因为等一下你要 你要算那个整年的价钱的时候 你肯定要用到composite index 就是因为很多同学不要写那个年份 所以他等一下 他就会觉得我不知从何 开始了 他不知道怎样带了 ok 那现在你就一个一个这样沉 沉了过后呢 你就除以total weightages ok 然后呢 你就会拿到一个答案 这个答案呢 叫做composite index ok 好 现在你的答案是多少呢 你们的答案是多少呢 请你把你们的答案 用计算机解出来 然后再看一下我的youtube 对不对 你要做先才有意思的 如果你没有做 你看到我的youtube 肯定你觉得我讲得很快的 ok好了 现在我就除以12 我得到的这个答案呢 我得到的这个答案呢 是多少呢 等一下我会把答案展出来给你们看 要找一个空间来写 ok 除以12 12是你的total weightage total weightage是永远不会变的 会变的是那个price index 好了 ok 明白吗 好 接下来我们就 算好好 那你们的答案就写成一个句子 这样子 i 2019 2019 over 2016 那等于 19 8 5 再加 加多少啊 我要慢慢的讲 我 我觉得 我会 放慢我的 我的 我讲话可能会比较快了 因为我可能是 觉得 要快才会把我的牺牲 教的 好 这样子他们做的会比较快 但是如果你们跟不上 你们就告诉我啦 叫我不要讲的太快 198 乘5 再加多少 110.2 乘多少 等下有些同学讲好闷 我都不要看了 讲的这样慢 10.2乘4 再加131.5 乘1 乘1 多少 你的weightage啊 你可以去看那个表乘2 再加上 这个125 对吗 然后你就除以多少 你看一下你的total weightage 按计算机是12 对不对 接下来你就用计算机 按两次 按两次 拿到相同的答案 才是正确的答案 明白吗 ok 好 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写好好 两个小数点啊 最少 通常因为是价钱 所以我们就写两个小数点 所以我们就写两个小数点 2019 based on 2016 那你算出来过后呢 你看到他用hands嘛 他讲哦 有一个产品呢 一个食物 ok 他的cost 在2019 不知道 但是他的相对corresponding cost 2011年的相对的cost 是18 所以你就跟住 刚才我写的哦 2019是在上面 所以2018 sorry 2016就是你的based year 来的 是你的分母来的 so 你就把这个价钱哦 18块就被除了嘛 2019 不知道对不对 不知道就放X哦 你到最后哦 你就把它写成那个好像 好像你在做price index 这样子啦 其实他的方法是这样子 因为他是cost for the whole year 可能很多同学不知道 这个公司从哪里来的 其他不是公司啊 他是一整年的那个价钱 来相比 所以他有一个corresponding 来比 so你就X除18的乘100 那你等于刚才的我们的公司 index 是151.57 所以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讲 你们找公司 index的时候 一定要把那个年份标好 这样子你带的时候 才会对称嘛 2019 20 over year 2018 这样子 然后你就交叉成 好好 那你就会拿到 肯定会拿到档案的 如果你交叉成好好 就是说 你拿100X除18 等于151.57 你把它写成 Fraction 左边一个Fraction 右边一个Fraction 就有四个东西才可以交叉成 A over B 等于C over D 对不对 就是A over B C over D 等下你就A乘D 然后B乘C 这个叫 交叉成 so你交叉成好好 你就151.57 乘18 再除100 所以你的价钱是27.28 对吧 ok so这个是 我们这一提 的答案 so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那明天我再给你们一个测验 有可能是相同的题目 有可能是不同 我可能会准备 两套的题目 一套是我可能今天跟你们分享的 我要你们重做 其实当你觉得你自己不够快的时候 你就要自己告诉自己 我必须重做好多次才会快 对吗 比如你去爬山 你第一次爬 你是不是很慢爬 第二次爬你可能快一点 如果你每天去爬 你可以健步如飞 这样屁股上去 爬到山顶了 对不对 ok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希望你们继续努力 不要放弃 ok 拜拜 祝你们 晚安